猪器多彩城小区面积不大 总共五状高层住宅楼 业主陈先生说 4月9号他在小区篮球场打球 突然看到衣装那里 空中飘下来一大块东西 正好一大批东西 那个风吹过来了 我以为是很大的布料 后来后来一听到那个香声 这里都是灰灯 我以后来跑过来就看了 看来地边车都砸了好几步 掉下来的是衣装的部分外力面 衣装楼下有个车棚 从当时的照片来看 掉落下来的墙面材料正好砸到车棚 有几辆电动自行车被砸到 小区另一位业主说 其实4月5号那天就有业主发现 衣装的外力面存在脱落的风险 当时在业主群里发过照片 督促物业来处理 有个业主就提醒过他们来 这个东西你们去产掉了 要掉下来了 因为已经开列大概很多了 然后他们就是一直拖 然后到星期五的时候 它自动脱落下来的 有业主告诉记者 小区不止一状的外力面脱落 其他四状楼也有同样的情况 记者去看了看 几状房子的外力面 的确都有脱落的痕迹 交房进来就一两个月就开始有了 总共是五栋楼 五栋楼的话 每栋楼的话 基本上就是涂得很厉害 面积的话 大到的话有整块大地的话 就六七个平方七八个平方一下子掉下来也有 业主们说去年四月份 开发商方面和业主代表开过协调会 当时开发商答应 尽快对外力面进行维修 但从去年四月份到现在 经常是旧的脱落刚修好 新的脱落又出现 而且小区里没有做任何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措施 目前多彩城项目的工作人员还在营销中心办公 业主带记者找到这里 项目工程部的方经理表示 最近这一次外力面掉落的时候 正好有工人在施工 生过程中一开始搁的是小范围的一块的 边上可能是搁的 当时他也不清楚 整块可能那边也搁的带下来了 风一吹光 飘到这个金城旁边是一种 四四个情况 当时那个位置是在试过吗 不是 有人上面 他有一个人 前几天就提醒过你们那个地方要掉下来 但是你们一直没去 搞掉来 然后等他掉下来你们在后面再去的 后面有那个原来呢 我们掉来也有的 那块地方呢 因为当时密集少吗 是有人工专门这个做那个调挂程去做的 没有没有 我们要不要照片项目导师 表现这个导师 发给你物业团里面也发过来 就是这块东西马上要掉来 你们去弄一下 方经理没有再回答业主们的问题 他让业主们等一等 说要去找另外的负责人来接受采访 后来来了一位肖经理 说是项目物业部的 肖经理说 工程部的方经理是去年才过来的 很多情况不了解 至于小区外里面脱落的原因 他们已经和施工方沟通过 按照那个总包施工方的说法 它是用5G材料嘛是吧 原来这5G材料这个整体上就说 他们的说法是工艺不成熟 因为他们是总包嘛是吧 什么材料我不太懂这个 它是叫5G保温材料 我看一下我刚才问他 问他因为我这个也不是搞技术的嘛 我看看他怎么说的 这个叫做5G保温杀姜 肖经理表示 接下来小区可能还会有外里面脱落 业主们不满意现在的维修方案 他们会联系施工单位 开协调会 看能不能协商出别的办法 他们派人过来 然后业主也可以派代表 是吧 跟大家一起协商 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这个事情 你们开发商这边是什么部门 或者什么人来负责呢 我们保值器内 我们是由工程部来负责的 我们目前内部分工是保值器外 是物业部负责 就保值器内工程部来负责 当然物业部肯定协数的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